拖着行李冲上前拥抱家人 年纪又小的兄弟相逢 更是喜极而泣 战争期间从俄罗斯占领区 被带走的31名乌克兰儿童 在外流离半年多 终于在周末和家人团聚 情绪仍难以平复 忍不住失声痛哭 原来这些儿童被游说 前往克里米亚的一处度假营 暂时住几个星期 躲避炮火 但一踏进克里米亚 俄国官员便说 停留的时间得延长 紧接着便被控制人身自由 和蟑螂老鼠同居 还被洗脑说 父母早已不要他们 参与救援的非引力组织形容 这些有如英雄一般的妈妈们 一路奔波接回孩子 还说这是至今为止 最困难的营救任务 历经一场横跨四国的复杂行动 才好不容易把31名儿童救出 不过一名老妇人 本该亲自带回两个孙子 但途中却不幸丧生 两名孙子也因此未能获准返家 还有更多无辜孩童 也面临相同遭遇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从乌克兰绑架孩童 尽管俄罗斯方面否认 但持续利用无辜人民 作为另类战争武器 已是不争事实 赞新闻有还真报道